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准时参加我们每周六的教育业现场 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 去办公室的Manager Allie 那越来越多的艺术特长的学生呢 开始关注到艺术在交叉领域中的运用 其中呢 计算机和艺术的结合 在目前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领域 尤其是人机交互专业 从我们过去几年的申请数据上来看 即使在理工专业的当道的近几年呢 申请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人数也明显增多 那么问题来了 艺术设计专业的就业前景怎样 哪些学生适合申请艺术设计专业 对于艺术生的高中规划该如何准备 今天的讲座就由Enlightings的Senior Consultant Rachel老师 拥有十年大学和转学申请经验 同时也是UCLA认证的规划顾问 为我们来揭秘艺术设计类专业申请 欢迎Rachel老师 大家晚上好 我是Enlightings的Rachel 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在我们的每周教育现场见面了 那么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讲座分享是关于艺术设计的大学申请 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将从以下这几方面去展开 首先艺术设计有哪一些专业的分类 以及现在热门的这个交叉专业有哪一些 那么在第二部分 哪一些学生他适合去申请艺术设计以这个为专业 第三部分 那么对于这些学生来说 他应该如何去规划 或者说是准备我们的艺术设计申请 以及最后一个部分是申请的难度 和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就业前景 马上我们进入第一部分 艺术设计有哪些专业的分类和交叉专业 那么其实因为艺术设计 其实它的分类方法有很多不同的维度 等会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这个大学里面 很多专业他都被设置在了不同的这个学院里面 那么今天我的这个分类 把这些所有的相关的专业分成了三大类 一个是设计类 中间的是纯艺术类 以及最后一个是人文类 设计类里面的这一些专业 包括像建筑设计啊 室内设计 景观设计 工业设计 产品设计啊 这两个专业是有一点 类似的 那么接下来平面设计 服装设计和我们现在目前很火的游戏设计 很多学生 尤其是这个男孩子跟我说 老师我想学游戏设计 因为大家都比较 青少年比较喜欢玩这个电子游戏 从这个video game里面 产生了很多对于设计的这个兴趣 那么中间这一类是纯艺术的 纯艺术就是我们呃传统的对于艺术的一些理解 比如说是绘画呀啊这个雕塑啊 呃摄影 包括一些performing arts呃表演类的舞蹈 啊音乐和喜剧 ok那么还有一类叫做 我把它放到人文类里面啊 它是学习一些历史一些 呃呃比较理论类的这个学科 艺术史电影学 批判与视觉研究这一些 我们都可以把它叫为呃人文类 那么这三类啊从左左侧这个设计类到 右侧这个人文类它在应用性上是一个逐渐的减弱的啊 所以呃其实你说到应用性 其实它也是跟你未来的一些孩子的就业是有关系的 有挂钩的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更多的家长或者说孩子 他们更愿意选择的是跟这个设计类相关的一些转页 OK好那我看到啊这个右下角有一个图片 说哎去BA or to BFA 那BA和BFA是我们在艺术专业里面常见的两种学位的选择 那么这两个学位有什么不同 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在同一个学校的同一种专业 同一个专业上面 它也有提供了BA和BFA两种不一样的选项啊 那么这两个呃学位之间的区别 其实也非常容易去理解 那BFA它其实更像是一个专业性的学位啊 因为在你就读攻读这个BFA学位的过程中 你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会去放到 这个你学的呃专门的这一个艺术类别上面说 比方说你学的是音乐 那么你三分之二的这个课程 你三分之二的这个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时间都会被用于这个studio 呃用于这个呃音乐方面 OK 呃那么如果你选择的是BA啊 那么相反他会有更多的时间 学生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其他的这个课程上面啊 比如说文学啊历史啊等等啊 这一些呃通识的文科课程上面 所以它是一个BA的学位啊 这里面就是一个经历和课程的一个分配的问题啊 这个其实呃我认为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看你自己想要是更focus在呃你选择的这个艺术类别上面 还是说你想要去学一些更多的其他的一些同时的同时类别的这个课程上面 OK这是一个区别 那这个其实分类是比较简单 我们今天主要可以来看一下哈 就是关于现在热门的一些交叉专业 那我这边呢是列举了一些例子 首先看到大家看到的这个例子是来自于计算机强效科技大校啊 卡奈基梅隆大学CMU 啊呃大家知道卡奈基梅隆可能就是他的这个工程学院啊 他的计算机学院非常的强 那么其实他的艺术方面也是一个很强的学校啊 所以他呃这学校也是充分的发挥了自己学校的这个学科的优势啊 进行了一些有机的结合艺术啊呃和科技的这个结合 所以他的交叉交叉学科是非常多的 我们今天现在这里看到了第一个例子啊 这个专业的名字的缩写叫Ideate啊 他是综合的设计艺术和科技的一个结合啊 他是坐落在这个艺术学院下面的一个专业啊 那么学生这专业的学生他可以在以下的这些类别里面去选择他自己的一个侧重点 侧重点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游戏设计啊 动画与特效啦啊 学习设计Design of Learning 啊媒体设计音效设计创新与创业啊 智能的环境物理计算物理计算 它是把一些computing的这个这个技术呃运用到了这个交互的艺术里面啊 包括软科技软科技主要是一些材料的呃材料科技啊 沉浸沉浸的这个艺术文化科技等等啊 所以他的呃这个类别选项是非常多的啊 啊那么其实可能看了这么多 我们对于这个专业还是有一点摸不着头脑到底在学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网站上面 其实给出了非常多啊历年的学生 他们的一些优秀作品的展示啊 这边我截了一个图片 这个呢是来自其中一位学生 他的一个作品叫mindcatcher啊 在他的这个笔记本电脑上面架了一个小的啊 看起来像一个摄像头一样的啊 也有一点像这个赤斗人啊 这么一个小东西啊 这个mindcatcher呢 这学生设计其实是为了让计算机能够读懂 这个电脑主人的一个心思啊 他的作用是什么呢 他可以根据你人的习惯做出一个判断通过他这个摄像头啊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去看一个图片啊 但是这个图片在电脑上太小了 我们有的时候会对吧 就是把人脸靠近这个呃屏幕 那这个时候mindcatcher他会捕捉到你的这一个习惯 哦他知道你要看这个图片 他会自动的把这个图片放大 OK当你靠回去的时候 他那个图片又就会缩小 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在啊 电脑屏幕上多个窗口同时打开 同时工作的时候 哎你靠在椅背上 哦他这个时候会捕捉到你这个习惯 你捕捉到你这个动作 他知道哦你可能啊正在思考 所以他会把所有的窗口进行一个overview啊 一个一个列出来 让你能够快速在不同的内容之间去进行切换 去进行思考啊 这是呃这个学生他的一个作品的呃初衷 那么像这样子的呃这个作品 当然他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呃不成熟的一个一个产品 那可但是可能在未来他可能会跟一些我们现在的啊 这个VR的技术啊啊 或者是这个原宇宙的概念啊去进行结合 所以这个专专业的前前景还是非常好的 他可以在科技行业有非常多的应用 好那我们来接下来再看一看啊 啊还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哈 啊因为他刚刚提到嘛 这个学校他的这个交叉专业是非常多的 那这个可能大家听的更多一点啊 叫BXA Intercollege 呃他是艺术和其他各个不同的领域的一个结合 啊这边我列出来的是其中的三个啊 呃因为本身CMU他也是很鼓励学生去打破一些传统的学科的束缚 啊那这个BXA呢其实是学校非常有名的 我相信可能今天在座各位对艺术感兴趣的学生 或者家长都有多多少少会听说过啊 比方说这个BHA他就是艺术和人文类专业的学科结合 那么在人文上他可能会侧重在什么呢 呃性别研究啊呃全球化研究 心理学认知科学啊统计等等啊这一些学科上面 BSA啊他是art他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 那他的侧重点可能就是生物科学生物化学这个物理或者是数学这一些内容啊 然后啊呃CMU最有名的这个学院computer science 当然了这个强项的专业强项的学院肯定也要拿出来交叉交叉是不是 哎那呃呃这个computer science和艺术和art结合的呢 这个专业就非常适合那一些在coding上面在编编程上面 或者说对于呃计算机理论有呃深度的这些爱好的学生 当然他还有一个呃工程学院嘛 我们知道也非常的有名气是吧 所以他也会有呃艺术和工程学院工程学院专业的一些交叉项目 那学生在呃申请的时候啊首先他呃要去选择的是 我要选择的是这个art college啊 要选择在艺术学院下面去进行申请 你可以选择建筑可以选择art啊单身的art 或者你选择design啊呃这个drama music都可以 然后你选择了这一个专业之后学院之后 他会问你哎你是不是对这个bxa Ager college program感兴趣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选择自己想要去交叉的哪一个方向 好那你到了去上学之后 这个因为你的交叉方向 其实这是一些很新的一个领域 所以你也会被呃配备到呃导师啊 专门在你这一个交叉学科方向上面的导师 去指导你找到自己最最适合的那个方向啊 因为在任何一个大的方向下面 你可能会找到自己呃更喜欢的研究的 那一个细分的小的方向 OK呃这个这个专业的话申请的时候 是要提交作品级的哈 因为他是坐落在这个艺术学院下面 这个专业bxa啊他的就业如何啊 根据CMU他官方的一个统计呃2020年毕业的这一届学生 他的平均薪资在八万五左右啊八万五多一点 这个水平上面非常不错 那么他呃最大的这些雇主啊根据学校的这些统计 包括啊有什么呢像Write Games 呃游戏公司的啊一些做工程师啊 Game Developer啊是吧 做游戏的开发游戏的设计 包括有像去到了像腾讯呃做Graphics Engineer 图形图像的工程师啊或者是product designer 呃产品的设计 产品设计师啊或者是在广告公司呃做一些的用户体验的设计等等 这个是CMU的另外一个啊知名的交叉学科专业 那么我们看一看其他的学校 其他学校也有交叉的专业 比如说啊宾夕法尼亚大学PEN 他就有一个叫DMD啊数字媒体设计 这个专业啊其实这个专业 他成立的年限已经比较久了 他是差不多在2000年左右已经有这个专业了啊 因为随着我们当时的这个科技发展啊 这些专业势必是会要出呃产生的 所以这一个呃专业的话呢 他是结合了computer graphics和设计学院的fine arts的一些课程啊 他他是其实这个专业是坐落在呃engineering 这个工程学院下面的 他会涉及到学生要去学一些编程啊数学啊啊设计类的这些课程 那么其实这个专业坐落在哪一个学院下面 他就会带上了那一个学院的基因啊 带上那个学院的DNA 所以我们看到像刚刚呃这个cmu啊 他的是这个bxa也好或者是前面的这个专业ideate也好 他是坐落在艺术学院 所以他可能更偏设计一点 那么像这个dmd他是坐落在工程学院的 所以他会更偏技术一点更更偏硬核一点 你在他的这个课程里面可以看到哈有差不多是二十二十多门 二十五门不到二十三门左右的这个课程 他要求你一定是在mathematics数学或者是stem生物物理化学这一些框架下面的 那么还有十几门的课程是在computer science和engineering下面的 哎那么相反其实呃 关于设计类的课程他的要求没有那么多啊 dmd 这一个专业下的全球课程只有六门六个要求 六门的六门课的要求啊 那么再包括还有一些七八门的呃在social science humanity 这个方向上面的一些课程的选择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带着工程学院的基因的这个专业啊 如果说学生对于图形计算机图形graphics啊 动画游戏VR或者是互动的科技有兴趣的 你可以去考虑这一个专业 这边我也是放出在他们官网上的一些优秀的学生作品的展示啊 看到的呃这些应该是呃在一些游戏里边的一些画面的设计 所以这一个专业的学生他们毕业之后啊 也有很多学生去了一些呃动画公司 或者说是我们说制作呃动画片也好啊 或者是游戏动画啊这一类的公司 那包括adreamworks啊 还有迪士尼皮克斯 当然也有像microsoft和google这样子的啊 我们认知中的这些大的科技大厂 OK 好这是呃 冰大的一个DMD专业 也是一个交叉领域的艺术和科技结合的专业 那么其实像这一类的专业的话呢 在其他的学校里面你也是可以找到的啊 非常常见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例子是纽约大学NYU啊 他就有也是design media和technology结合的这个专业啊 呃他也是坐落在工程学员下面的啊 以前叫做integrated digital media啊 主要是偏重在呃图像啊呃声音呃叙述和互动这几个方面的媒体的学习 OK 所以刚刚提到他是在工程学院下面 除了工程学院的一些呃核心课程之外 那么他还是还需要去学一些media culture和communication这个专业的一个课程啊 另外再加上一些呃 math science 呃这个social science humanity这一类呃纽约大学 他本身自己要求学生去完成的这个课程 那么讲了刚刚讲了很多这个交叉的艺术专业啊 那么说到艺术专业我们其实分不开要讨论的就是呃两个类别的大学啊 一个是综合型大学下的艺术学院或者说艺术专业 另一种呢是专门的呃艺术类院校 这个两种类别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哈 他们这两类学校的本科专业设置是什么样子的 啊那么第一个呃例子是罗德岛设计学院啊 呃这个这一周他们的招生官也来到了万全 我们做了一个线下的呃见面会一个问答会啊 罗德岛设计学院他是其实在设计领域里面是数一数二的大学啊 我们看到他这个边上的黑色底的这一张截图啊 是所有罗德岛设计学院里面的本科项目啊 first year program 一个foundation的program还有呢liberal arts department里边有一些像这个历史啊哲学啊啊包括一些理论的这个课程啊 degree program degree program里面我们就有常见的像武装设计啊建筑啊包括这个罗德岛和布朗大学的非常著名的dual degree这个program 两边大学同时录取获得两个学校的毕业证书然后呢furniture design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啊家具的设计啊包括下面这个珠宝的设计 这一些这个设计类的专业是罗德岛比较独特的可能在其他的学院里面也是或者说其他的呃艺术类学学校啊大大型的综合大U里面你是比较难找到的一个设计类的专业啊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concentration包括他在呃计算机科技上面的一些concentration也是呃艺术和技术技术的一些呃结合类的专业 ok但是总体上面来说这个学校提供的专业数量不多提供给本科生的专业啊就那么多啊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学校呃艺术的专门院校他的专业会设置的稍微多一点 比如说你们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这个pratt institute 古瑞特艺术学院啊pratt他的我做了一个这个书型结构哈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呃艺术学院里面其实分的比较细 包括建筑啊艺术设计信息当然信息学院他目前还没有本科的program啊是给研究生的一些课程 还有包括像这个文理的学院在他的这个呃设计学院里面啊其实包括像communication design fashion design服装设计industrial design工业设计呃室内设计等等啊那么在他的呃艺术学院里面他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呃侧重点有很多的emphasis 比如说刚刚刚那个珠宝设计对吧罗德岛的珠宝设计他也有还有一些像板画啊呃绘画啊等等啊包括流行的这个game design呃互动的媒体interactive media啊他都是在这个艺术学院里面有的 那么可以看到还有哎他也开了一个文理学院是吧包括他呃文理学院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minor啊像什么电影学啊创意写作啊 呃性别研究媒体学心理学哲学啊包括还有这个可持续化研究啊非常的丰富 所以他也是在帮助学生啊把这个艺术和人文社科这一些内容去结合起来这个是pratt他的一些专业的设置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在综合性的大U里面他们的艺术专业会是什么样的设置啊 这边先放了一个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拿这个唯一一个例子来看的话 他本身有12个学院那么和本科生有关的是这里的这个八个学院 那么在这八个学院里面我用红色的字体标出来的就是艺术相关的 专业了学院了啊有音乐学院戏剧电影和电视学院 还有一个是architecture艺术和建筑学院啊但是呢在这些学院里面 其实他的专业非常的少啊就是我们这个视觉上的 艺术啊就看艺术与建筑学院这个学院下他有建筑这个专业 有单纯的art有呃设计有媒体还有一个dance有一个舞蹈啊 其他基本上还有一个是performing arts education 一个教育类的专业其他就没有了所以他的专业是比较笼统啊 比较呃也是很少的这是综合性大学他的呃一个 艺术专专业的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所学校啊 UCLA的好邻居南加大南加州大学相比刚刚的那个UCLA啊 那么USC他是一所私立大学 所以他的专业可能稍微会更更多一点更传一点啊 我们看到他的学院其实非常多了 那么在跟艺术相关的呃就有六个啊 包括我们说音乐的舞蹈的建筑的戏剧的电影的啊 艺术与设计的分的还是比较细的啊 那么在艺术与设计的这个学院里面啊 他有BFA的学位他也有呃这个这个BA的学位 那么他的专业在里边其实不多啊 他有一个BFA design这个专业呃第一年就是提供一些foundation的课程啊 就是基本上教你画画啊呃培养一些你的这个技巧啊啊 但不是像设计学院那样他会有侧重点 像我们刚刚前面看到什么珠宝设计服装设计啊 甚至是罗德岛的家具设计这个他是没有那么细分的 所以他是一些比较笼统的这个专业 就是综合型大学不管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也好啊 他的一个呃专业的设置 哎我们之前就有学生呃申请UCLA的艺术专业 当时是录取了 但是其实他的专业非常少啊 那个学生也是比较纠结 哎这个到底选哪一个专业比较好 ok好啊这是学校的一些专业设置的分布啊 所以我们在呃艺术设计生在选学校的时候 可以按照这一个逻辑去走啊 首先是一个专业然后再是看学校 然后再是看这个学校的就业是怎么样的啊 因为艺术学生艺术生在申请的时候 因为他有一个作品级的要求 啊所以一般来讲呃一个学生他的专业 可以narrow down到一个或者是呃两个他比较相似的专业上面来啊 因为他要去呃按照针对这个专业去准备他的作品级 ok呃那么接下来确定你的专业之后就是选择学校 你是选专门类的院校还是综合的院校 这个可以跟你的升学顾问去按照你当时的呃 GPA你当时的作品级的准备的水平去确定这些学校的一个school list ok然后接下来当然就业是一个呃学生和家长都比较关心的话题 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啊你这个艺术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就业情况是如何啊 基本上学校他都会有一个毕业生呃目的地的这么一个板块 一个网页啊你在上面可以了解到呃这些课程以及以往的这些呃毕业生 他们去了哪里他们目前的收入水平如何啊多百分之多少的毕业生是直接找到了工作 有多少人是呃去申请了研究生等等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 这个可能对于你的呃选择是有帮助的 ok好那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 哪些学生适合申请艺术设计 那我们这里有一张比较简单的图片画了四个圈 每一个圈里面呢代表一种能力啊 我们来看一看从绿色这个圈圈里面开始看 第一个绿色圈是说创造力啊 你学习艺术设计呢创造力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了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展开的啊 好我们看第二个圈蓝色的圈圈里面是共情力 好那共情力他其实指的就是你一个学生能够设身处地的啊 体验别人的处境啊从而去感受和理解别人的情感的这么一种能力 尤其是在设计类的专业中我们在前面看到很多设计啊 艺术加上humanity 艺术加上social science 社科的这种交叉的专业啊 如果你有看过我们的公众号推文 我们之前呃在这个星期写过一篇呃华盛顿大学U-DEP 它的一个专业叫HCDE Human Centered Design and Engineering 呃以人为本的设计和工程 那么像这个专业 它呃相比起technology computing计算啊 包括像编程啊啊包括其他设计啊呃相比起这些能力哈 它的social science 它的社科的属性是更高的啊 所以它这个呃设计类的专业需要在他日常的工作中去理解使用者 或者说理解他的用户的一些需求 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共情能力 那么其实在纯艺术里面也是一样的啊 不光光是在设计的领域 那纯艺术里面比如说你学习了一个跟呃 这个制作类比较相关的专业production一类的专业 那在你的这个表演艺术作品里面 你的作品里面你需要很强的共情能力 就是你的共情能力越强 你就越能够用你的作品去让你的这个观众去产生共鸣啊 这是共情力 OK那么有了共情力之后 接下来一个圈粉色这个圈 我们说表达力 因为你共情之后你就需要去表达了嘛 那么这个表达力 它会和创造力结合在一起 用你的作品去表达 比如说在产品设计中啊 你了解了这个用户的需求 一二三四五五个点之后 你需要把这五个点 这五个需求在你的大脑中去处理 去处理这些信息 处理这些需求 给他们解码然后转换成你的艺术语言去表达出来啊 转换到你的产品设计的这个思路里面去啊 那如果说我只是停留在共情力这一阶段的话 我相信其实很多学生啊 包括很多家长 我们都能是做的做得到啊 共情力这一步 但是到了表达力这一块啊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精准的去把这些诉求 把这个呃 这个这个传达要传达的信息表达出来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艺术设计的 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门槛 那最后一个圈圈 呃 财力 这个也是呃 非常关键的 因为确实学习艺术的话呢 他会比其他的一些专业更花钱啊 尤其是前面我们刚提到的这些艺术类的呃 专门院校啊 学费加上一些学打的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像罗德岛设计学院啊 他的COA cost of attendance 就你出呃 去这个学校 一共要花的钱 差不多一年是在 嗯呃 将近八万 在七万九左右 呃 prat 他会更高 因为他的地理位置的关系啊 呃 他的费用超过了八万 八万美金 呃 这个当然只是一些 呃 只是学费和呃 你的书本等等 这些日常的开销 那么你在学习过程中 因为艺术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好材的东西 包括你的画布 你的画剧啊 你的其他的这些材料都是呃 很花钱的啊 所以财力是呃 我觉得是学习艺术设计的一个门槛啊 呃 当然也也有你可以去申请一些奖学金 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们之前Coco老师的那一场讲座 去尽可能的让这个费用呃 压得更低一点 呃 我们讲到如何规划和准备艺术设计申请 第三部分 那这里我把它分成两块啊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块 课程与课外活动 那看到下面有一个蓝色的 我做了一个时间线 从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没有放进去啊 因为十二年级已经开始申请 我们的呃 准备主要是集中在前面的这一段时间 前面的三年里面 啊课程方面 呃首先在九年级这个时间点哈 啊或者说在更早的时候 呃我们需要确认一个事情 就你在做给孩子做艺术规划之前 你要先确定你的孩子是不是适合这个路线 啊因为很多孩子在呃年级比较小的时候展现出一些艺术的天赋 但是呢呃喜欢画画他和最后你成为一个游戏计师 呃他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两回事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给学生先去做一些assessment 先去做一些测评 哎呃刚刚跟我们开始合作的时候啊 你可能是在九年级这个时间段上面啊 看一看他未来的职业发展一些呃可能性是什么样子的啊 如果说OK他就是很适合做设计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可以大胆的放心的开始规划他的这个艺术的路线 呃那么对从课程上面来说 你在九年级的时候你参加的可能是学校 一些比较常规的艺术类的课程啊 到了十年级11年级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AP的艺术课程加进来啊 比如说一些AP2D Art and Design 平面的一些艺术课程啊 包括你的绘画啊你的摄影啊 版画设计等等 这个都是2D一个平面的设计课程啊 包括还有是3D的艺术与设计 这里面有什么呢啊雕塑 你的建筑一些模型啊 金工啊去用金属去制作啊 一些陶艺等等都是包含在呃3D 呃艺术与设计这一门课里面 其他还会有AP Drawing啊 AP Art History啊等等 音乐理论啊等等啊 这一类的课程啊 这个根据自己的方向和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啊那么这边还有一个是设计类的课程哈 这可能一般来说学校里面没有啊 我还是比较推荐学生去去学习这些设计 可能不一定是课程啊 或者你可以看看你周围的社区大学里面 拥有你喜欢的设计类的课程啊 因为现在发现很多呢 嗯前面也提到就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嘛 很多情况下我们是要computer aided design 就是用计算机来协助你的设计啊 我们难的不说简单的 比方说你要用一个ps Photoshop啊 illustrator那呃这些软件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哈 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 那点开来你加个图层 你甚至不知道一个按钮在哪里 是吧因为功能太多了啊 呃很多学生会用啊 那他们其实可能也没有呃 说特地去呃学一门大学的课程 学一门给高中生的课程啊 很多人他就是在YouTube上面去看那些教学视频 教程啊慢慢的自己去摸索去去使用 哎就学会了啊 那这一类课程我觉得学习的目的啊 不是说我把它学会 而是说它是一个用于辅助我后面的 艺术实践的这么一个工具 哎那我们就讲到了这个课外活动的部分 课外活动有 呃几个方向首先艺术和设计实践啊呃 这在学校里面其实就可以获得很多的资源 这个远的不说art club 艺术社团对吧每一个学校应该都会有 那么除了在这些这个社团里面呃之外 还会有很多其他社团社团出海报啦啊 啊你这个戏剧社要做道具啦等等啊 你的这个艺术实践都是可以用得上的 你的设计能力都是可以用得上的啊 当然在呃校外你还可以去参加很多的艺术类的啊 这个比赛竞赛啊绘画的比赛等等 我们有很多学生都在参加 OK好下面一个是呃社科这个方向的时间啊 为什么我把这个时间放在上面 因为其实在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 我相信大家也已经观察到了 呃很多尤其是在设计这个方向哈 很多学生他在大学里面他的课程中也好 或者说他未来在自己的职业里面也好 他很多情况下都是要跟人打交道 跟用户打交道 跟用户的需求打交道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社科类的实践的话 是呃很非常能够帮助艺术学生去去训练 他的共情能力去训练他的表达力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社科的实践 也是艺术生可以去规划的一个方向 好接下来一点 艺术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实践 这个的话呢 其实就是让学生怎么去stand out的一个方法啊 同样都是很会画画的同学 很会设计的同学 你跟别人的差别在哪里 对吧 呃我们很常见的一些情况 就是艺术和商科的一个结合 这个也是比较呃好好入手的一个呃方向 当然如果你的未来专业目标是去选择那些艺术和科技 比方说computer science结合的这么一些交叉专业 那你的结合的实践方向可能就是跟计算机呃编程等等啊 这一些东西去结合 ok然后一个呃支援者服务 这个当然了呃基本上每一个学生都在参与 ok这个是课程与课外活动上面的一个大的规划方向 那么对于艺术设计学生来说啊作品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申请的要素对吧 我们这边说的作品级以视觉艺术的作品级为主 哦这边也列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时间线 九年级和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一年级的暑假啊 还有十二年级上 嗯 那么九年级 其实九年级可能大多数学生才刚刚明确了自己要走艺术的这个方向啊 或者说他还啊 还不明确自己未来的专业究竟是哪一种啊 那么所以这个时间段 呃学生应该主要就是集中在自己能力的提高上面 不需要过早过急的开始准备作品级 因为你九年级准备的作品级到你十二年级的申请的时候 你看哎呀 嗯都很幼稚 是吧 就觉得没有体现出自己的水平 OK 九年级主要就是技巧的学习啊 水平的提高 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去寻找一下自己未来的方向 这个方向是设计为主呢 还是纯艺术呢 还是我就是想要走一些交叉的学科 OK 你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些学校的要求 那去看看他们的学生的作品等等 呃 当然十年级如果呃 已经是比较成熟的艺术生 你也可以在那个十年级就开始进行你的呃 作品级的准备啊 那我们的学生呢可能在十一年级开始做准备的呃 人会多一点啊 因为这个年级十一年级是肯定要开始准备了 呃 因为这个大学申请的时候 作品级的数量是有要求的 是比较多的 一般来讲十副作品是比较少的 呃 一般是在是十到二十副作品 这个区间内数量区间内啊 而且类别会有很多的不同 因为艺术创作跟你在家里面做题目是不一样的嘛 艺术创作它需要 灵感嗯 需要呃你的这个时间花下去 对吧 所以十一年级一定一定开始准备 那么到了十一年级的暑假 一般来讲 学生他们都会集中的去完成自己的作品级 去finalize下来 那么因为十一年级暑假 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些申请的准备工作了 包括像文书啊 课外活动列表啊等等 啊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已经确定了 要申请的哪一些学校 哎有一些学校 他是有specific school challenge 学校的challenge题目啊 就就相当于像命题作文一样 你需要根据他给的这一个 这个主题去进行创作啊 也是要花一点时间的 对不对 呃十二年级上啊 这个申请证当时 那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去完善你的作品级啊 呃然后呢 就是准备你的大学的申请 那我辅导过的一些学生 基本上可能很多人 百分之八十的人吧 就开学了 还在弄这个作品级 那当时课业的压力啊 深水的压力啊 一起来了啊 就比较吃力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建议 在十一年级的时候 抓紧时间去准备你的 艺术作品级 好 那我们来到第四部分 这个艺术申请的难度怎么样啊 它的就业前景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申请的难度哈 啊 从我分成两个角度 一个是从个体的角度 一个是从这个学校的层面去说 啊 那我们先来看 右手边的这个图片 这个是Prat 啊 Prathe艺术学院 它的一个申请要素的重要程度排序 啊 在我们以前的讲座里面 我们也讲过 呃 这个类似东西 那个时候可能是某一所其他的大U 综合性的大学 啊 他在录取学生的时候 关心哪一些因素 那我们来看一看 Prathe 他关心的是什么 啊 这里有四列 第一列是very important 第二列是important 啊 没有前面的程度那么强烈 啊 第三列是consider 会考虑 第四列是不考虑 不看 好 那我用红框把这几个 very important and important 把它 框出来了 我们看到very important 有什么呢 非常重要的 还是逃不掉 你学校的GPA 你选的课程的这个难度 啊 你的这个成绩单 这是逃不掉的 好 然后还有接下来非常重要的 哎 talent and ability 你的艺术上面的天赋 这个学艺术要靠天赋 这个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也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什么呢 你的申请文书 啊 你的这个个人的 你这学生的个性特点 啊 你的 是不是 是不是有校友的这个关系啊 和你对于这一所学校的兴趣 这是学校比较看重的 这个东西 所以 综合来讲 就是成绩和 talent 我们就是说你的作品集吧 这两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这两个东西 他在申请里面 哎 这个比重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吧 这个大家很好奇 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啊 一个学生啊 是一个ib课程的学生 呃成绩不好啊 ib不好到什么程度呢 没有到30分 预估分没到30分啊 基本上这个成绩 我们可以说 如果你是呃 不是艺术生申请的 那基本上你是跟top 50 无缘的啊 应该是不会录取的 一个这个成绩啊 但是他申请当时是决定申请一些设计类的 可以看到他的录取院项 哎 罗德岛也录取了 啊 马里兰艺术也给他录取了 那对于ib30分不到的这个分数来说 非常意外 非常惊喜的一个一个结果了啊 那么主要我们后面去recap 去去复盘他整个申请 发现其实作品集在他的 整个申请中 其实帮了非常大的忙 也就是这里要素的这个talent and ability 他的这个作品集 优势在于哪里啊 他的优势就在于他的完整度 还有他从里面体现来的一个成熟度 因为他设计呃 申请的是设计类的专业嘛 其实他的作品是以 一个系列一个系列去呈现的啊 每一个系列他可能是一种形式 比方说我这个系列就是绘画的形式 啊 我这个系列是一些拼贴 或者说一些装置啊 这样子的艺术形式去传达 他想要表达的这个主题 主题也是很关键啊 那当时这个学生在他的作品集里面 就是呃 针对了一些社会的话题 啊 做了一些不同角度的思考啊 他用呃 绘画去表现 什么叫做人言可畏啊 有一些流言是可以吃人的 哈哈 呃 用拼贴的形式去展现一个商的概念 商的增加呃 可能会影响一个这个秩序 对吧 以当时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比较火的概念 然后还有什么呢 呃 用物品的这个角度去观察世界 哎 哎 跟我们本身 我们从人的角度去观察 那想哎 我从物品的这个角度去观察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 OK 这个是他的一个呃 作品集 当然他是设计专业嘛 还有设计类的这个呃 方向的这个作品 呃 也是从生活中去出发 改进了一些他日常生活中可能会用到的物品的 呃 地方就一些物品的不足哈 那比方说他喜欢户外运动 那一些多功能的背包啊 呃 怎么去设计 然后呃 住在学校里面的 那学校这个宿舍的床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改造啊 那他整个作品最后呈现出来也是非常的完整 啊我这边呃不方便给大家看他的作品 但是呢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图片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一个呃 非常完整 或者说成熟的一个作品集他会是什么样子 啊 首先他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看到这边是有他最后的渲染的呃 这个图片 以及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 他的材料是什么 我中间的这个步骤是什么样子的啊 最后的成果是什么样子的啊 因为我本身带了很多呃 艺术设计不管是本科生也好 当然也有研究生 我记得有一位学生他这个作品集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申请的是工业设计 然后他的整一份作品集基本上都是每一个作品都有这么完整啊 就是慢慢的一页他给他这个排版的非常好 从从概念到这个呃 产品做出来到因为他是研究生嘛 大学里面做的到最后的实际生活中的一些应用啊 都有介绍 非常成熟 那可能本科在申请freshman 呃的时候你做不到那么的呃 精美这么的完整啊 但是有一些内容你是可以去去思考去学习 ok 这是一个案例啊 所以说作品集在艺术学生的申请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甚至可能去弥补一些你在GPA上面 学校成绩上面的不足 那我们看看从呃大学的角度 出发的话这个艺术申请的难度如何 啊也是两类学校嘛 这个pratt和罗德岛 呃 呃其实艺术专门院校啊 他的录取率还是比较可观的比较高的 像pratt你看62%啊 啊那个啊 还有像什么塞凡纳80%啊 看看这个录取率都非常高 那录取率比较低的也有几座学校 比方说罗德岛嘛 因为设计类学校的老大哥啊 录取率低一点19% 呃还有像这个呃 加州艺术学院KELTS 他的呃录取率差不多 肯定是没有50%的啊 当然每一年在变 嗯30%多 OK好 那么看到这个呃 综合类的大学啊 南加州大学呀 CMU啊啊 这个不是他们艺术专业的录取率啊 是整个学校的录取率 因为其实这些学校也没有说给出 不同学院的呃录取的数据啊 所以我们很难得知他到底艺术申请 呃是不是录取率会更高 但是从这一个右侧的表格上面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这个表格呢 是曾经CMU 他会放在自己学校的官网上的一个表格啊 对比了他本科不同学院 录取学生的一些数据 数据包括像GPA 他的ACT成绩和SAT成绩 这个表格已经现在CMU藏起来了 不给大家看了 这个是以前我们扣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GPA哈 啊像College of Fine Arts 他的录取GPA平均GPA的3.78 3.78当然也很高啊 但是在CMU整个新生的录取里面 所有的学院里面 他是一个相对来讲 最低的一个GPA Average GPA了 可以看到他高的那些GPA 像工程学院3.92 呃呃这个这个Computer Science 啊3.96 是吧非常非常离谱 非常夸张 呃那我们说是不是 哎我申请Fine Arts的话 就就更容易呢 其实那很多家长问 我我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个艺术专业 作为跳板呢 我以艺术专业申进去 我最后再去转学 对吧 这个其实跟我们以前 说分析这个冷门的专业 去进行申请的这个策略是一样的 啊你进去可能会容易一点 但是你也要考虑到你最后去 去内部转专业的时候的这个难度 对吧 这个是有一个风险在里面的 那么再还是回到CMU的这一张图片上面来看 我们看到最后这个inter college degree program 跨学院的一些结合课程 结合专业的这个申请的这个难度 3.90 那包括像我们前面是不是提到 CMU有BXA这些这些专业交叉的一个一个学科 是不是他们落在这 那所以其实申请的难度也没有说是那么的简单 那他几乎是快要跟这个school of engineering 工程学院的GPA是差不多了 OK 所以你如果说想要把艺术作为一个跳板 去申请那些比较难的 ranking比较高的综合性大学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风险的 OK他不能完全的说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一个跳板 那不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你在艺术上面肯定也是要有过人之处 你才能够录取到这些大学里面去 那么我们讲到这些艺术类的专业设计类的专业 他们毕业之后的就业前景如何 我们在这一周的其实推文里面也已经讲到过了一些 那我们这边再来重新的看一看 也是把它分成了三个类别 设计类的专业 纯艺术类的专业和 刚刚我们说到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这些专业 毕业之后他们的工作岗位和薪资是什么样的 那么在设计的这一个职业类别里面 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工业设计师 产品设计师 建筑景观设计师 以及像这个广告的总监 广告总监的话 他其实就是设计执行一些广告宣传 传递自己品牌的这个概念给他的市场 工业设计师 他其实是致力于开发一些工业产品 他们有的时候会去评估和设计这个生产的流程 让整个流程生产的效率提高 那产品设计师的话 他更注重在这个产品的外观啊 评估一个产品 他的材料颜色设计等等 这两个会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然后纯艺术类 摄像师他这个收入还挺高的 是吧 这些都是全国的平均收入 在92,000美金摄像师 除了摄像之外 他可能还需要去视频的这个 编辑 OK 好 创意总监 概念艺术家 OK 概念艺术家 概念艺术家这个我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做什么的 就是概念艺术家有的时候他在一些 我们说游戏产业吧 概念艺术家他们是去负责设计 一个游戏的概念 他们需要和其他的这些 这个叫什么 公益美术师去去合作 像很多大厂 Meta 这个Apple啊 他们都会有去招聘概念艺术家 这么一个这个岗位 那么还有一种这个概念艺术家 他们是 会去跟一些品牌的营销 或者说市场的活动来进行配合创作 他们需要去根据 这个一个概念 或者想法去创造一种视觉上的风格 就比如说 一个公司 他们要强调一款产品 产品是一个比较轻便的 比较比较易于使用的这么一个工具 那么概念艺术家这个时候就需要根据这个卖点 去创造一系列的视觉的效果 OK 这是概念艺术家 那诚意还有很多当然是做 自由职业人 那这一类也是比较多的 OK 科技行业 诶 科技行业里面电子游戏设计师 啊 这个我们学生最喜欢的一个game designer 然后呢 交互设计师 啊 用户体验设计师 UI UX 是吧 诶 这两个专业还是 这两个职业会有不一样 啊 呃 UI的话 他是通常说是处理用户 计算机系统 或者说用户和软件之间的这个交互 但是UX 用户体验设计师呢 他更注重在 呃 处理这个 呃 用户对品牌啊 产品啊 服务啊 他的整体的这个体验的设计上面 OK 然后呃 设计工程师 设计工程师 他是嗯 根据产品的需求 或者说技术的架构去完成一个产品的详细的设计 就比如说 哎 他需要去为一个呃 汽车的制造商去设计一款引擎 那他附居在什么地方啊 等等 这个叫做设计工程师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哈 呃 橫向对比还是蛮明显的 就是在科技的这个领域里边 呃 收入整体上要比前面的偏高一点啊 平均上面要比前面的设计或者自尊医要偏高一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科技呃 领域或者说我们在之前提到这些相关的交叉领域的 呃 艺术和科技相结合的这一些专业会比较 火爆的一些原因啊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因为科技一直在发展啊 创意永远是这个社会需要的东西 所以 哎 如果说您的孩子在艺术方面展现出一定的天赋 并且您也确定他未来愿意适合艺术的道路的话 你可以考虑让他在高中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是不是可以尝试把自己的艺术和科技去进行结合 去进行发展啊未来去可以呃到12年级的时候去申请 这一类的专业 ok好呃 今天我的分享就这么多 非常感谢瑞秋老师今天干货满满的分享啊 我们的讲座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了 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能给屏幕前的家长和学生带来帮助 如果大家之后想了解更多关于enlightings的服务 那欢迎大家致电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 微信咨询 我们之后每期的讲座预告呢 都会在我们的微信家长群中发布 如果您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呢 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啊 我来发邀请给您 呃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我们下周六每夕晚七点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